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不会让小三如此的跋扈 她不是我们的主角 今天的视频的主角老公外遇43年 她最后是仍独占老公七十亿的遗产 她说 我不会让别人随便坐到我的位置上 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威胁到我 除非那是我本人的决定 没错 她就是少许女星何莉莉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何莉莉最近一次在媒体拍到呢 她已经是73岁 可照片里的人看上去也就是37岁吧 岁月层不摆美人果然是真的 年轻人可能不会知道她是谁 她曾经是少许十二精差之一 出生于1946年的何莉莉 从小就是美人配子 十几岁时便是出落的婷婷玉莉 一双大眼睛灵动有神 气质也是温婉动人 几乎所有场合都是焦点般的存在 何莉莉是难得的美得现代的女明星 她身上几乎是没有什么年代感 因为出色的不爱表呢 在16岁的时候 何莉莉就是被著名导演远秋风所看中 参演了她人生当中的第一部电影《蓝语之歌》 从此正是踏入演一圈 何莉莉在受影时发展得很顺利 她热衷于挑战自己磨练演技 专跳一些出味的角色来演 例如在《文素残》当中 何莉莉半裸出演了灵芝女儿红玉玉绝 被观众称以为美艳亲王 之后又是不顾大众反对 一意孤行地出演了同性题材电影《爱奴》 这么耀眼的星星自然就是有人觊觊 觊觊觊她的人来头不小 她是船王造丛演家族 财产继承人赵世光 船王有三个儿子 这个最小的赵世光本来也是个赚钱小天才 她接受父亲的生意之后精打细算 用十年时间宠振河山 还清债务 还盈利几十亿 其实赵世光是个大好青年 奈何她的三哥 赵世增是个资深玩家 和少女父关系很好 经常出入她家的舞会 当年的少女婿呢 可能和辉煌时期的怀疑兄弟 差不多路线 舞会饭局特别多 一来二去 哥哥赵世增就看上女星姚伟 弟弟便是爱上了美艳的何莉莉 何莉莉的事业一度是非常辉煌的 她拍完艾努之后 在法国和英国的杂志上 被赋予很高的评价 甚至还被评选为当年的世界十大名片之一 在影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 一时间她的杂志拍不完 缝面上不完 是绝对的当红女明星 她的闺蜜是邓丽君长的吉北卡斯 她对赵世光一直不来电 直到有一次 何莉莉和赵世光一起参加酒会 何莉莉最后吐了赵世光一声 对方却是一点都不嫌弃 还亲自的给何莉莉收拾 开车送何莉莉回家时 赵世光用一只手架了水 另外一只手被她枕出水 动也不敢动 让何莉莉颇为感动 这之后 何莉莉才开始跟赵世光交往 赵世光更在何莉莉身边 足足有七年 端茶送水 片场笑子 她也没有阻止何莉莉拍戏 只要何莉莉有一点不舒服 赵世光便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 去悉心照顾她 宠爱聚集 在这期间 赵世光求婚三次 何莉莉的妈妈首先感动了 立足何莉莉嫁过去 1970年 何莉莉与赵世光约会的照片被拍 两个人才成了恋情 已故意让沈殿下 是他们的伴娘 1972年10月 赵世光终于抱得美人归 婚礼在港岛的圣约瑟教堂举行 晚上在富丽华盐开拜席 轰动一时 伴娘是斐杰神殿侠 不得不感慨 上帝再造某些人是格外用心 何莉莉当晚比公主还妹 可惜她总不是公主 赵世光更不是王子 婚后何莉莉全面吸引 她的公婆都对她很好 她安心地在家豪门当生于接气 先后生下了三女一子 孩子还小的那些年 总是特别忙 忙得何莉莉经常注意不到 先生赵世光去了哪里 她曾经思议她的 毕竟呢 她曾经用最宝贵的时间守护她 那个时候的媒体并无发达 何莉莉听说贵些事 但是生意场嘛 她总是自我安慰 赵公子也是极少被拍到 何莉莉并无实质证据 直到最强小三 太云梅的出现 婚前她有多善情 婚后她一直有多残忍 何莉莉愤愤地说 没错 在何莉莉先辛苦苦养育儿女的时候 赵世光终于忍不住露出她风流的本性 到处招货惹草 当时的媒体还称她的情势不输赌王 并且给她扣上了赌王第二的头衔 赵世光和谭玉梅开始同居 媒体们拍到她每次出马 都是乖巧地跟在谭玉梅的后面 谭玉梅则是大不留心地走在前面 完全不是小山羡媚的模样 1995年 赵世光和谭玉梅同居的事情被曝光 何莉莉一开始是冷静的 她要赵世光承诺不再往来 自己会原谅她 赵世光对着记者表明了悔国之心 看到她难过 晚上睡不着 情绪很坏 我看在眼里又怎么会开心 任何太太遇到这种事情 只要对老公有感情 她就是受害者 希望她可以接受我的道歉 嘴上这样说 行动确实很诚实 她从未和谭玉梅断掉 他们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 两个人被拍到统居的照片 一起世界各地旅游 谭玉梅含以赵世光 哄言知己的身份 晋升到了上流社会 成为名媛 谭玉梅公开说 如果当时让我入围世界小姐 那么我就不破坏别人家庭了 她数次肆无忌惮地 向正公何莉莉发起冲击 逼迫她离婚 何莉莉嘴上说不在乎 但是内心是动荡 她听说谭玉梅买楼 她就买楼 谭玉梅买珠宝 她也买珠宝 甚至谭玉梅和赵世光去日本度假 她就是要拉张丈夫去英国旅行 荒唐啊 2003年 赵世光又被拍到和小四曝光 身后还跟随着一子一女 这位小四名叫陈秀丽 是个食品批发商 外星比她与美更加不堪 一对私生子年龄不小了 可见赵世光的时间真的多 何莉莉知道这件事情 以后只说 别来刺激我 赵世光不只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她竟把一对私生子女带回家 拜会何莉莉 可能是致敬赌王等前辈吧 有记者采访 丈夫如此花心 为何不离婚 何莉莉毫不避讳地说 只要我坐稳了赵太太这个位子 就没事 她在精神和物质上 没有可以带过我和孩子们 唯一的缺点就是花心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做一个大度的女人 这个女人 其实很像艺术写的 习宝 如果我可以很多很多爱 如果没有我要很多很多钱 再没有的话 健康也好 想必她对赵世光 已经是死刑了 她借情于做生意 她做生意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做生意要赚钱 她不要 她要听夸赞 在庄皇上 她不计成本 只要求高档 有品 受人夸赞即可 据传 她在投资餐厅的时候 聘请了美国最知名的设计师 一杯 一碟 一桌 一灯 都受意大利和瑞士空运而来 处处彰显着品质和档次 餐厅内的食材 非黑毛猪不用 非走地鸡不用 中场的税也是要用浙江墨干山的权税 何莉莉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 如果我想回本了就不会投资这么大 我知道会亏算严重 但人一定要离上 这么倦钱没有关系 只要我无论从事哪一行都是与众不同 有人夸赞就可以 这言谈很有扩台风范 私底下她对闺蜜说 与其别人花光赵世光的钱 还不如我来花 何莉莉给子女一用的吃吃用堵 都是最好的 受教育也是顶级的 她的子女都是极为优秀 尤其是在经商方面 但是难以预料 这个小四还不是最后一个 之后赵世光又和前秘书 有圆圆共进晚餐 还返回了统一住所 鱼轮炸锅 正在此时 2004年 赵世光心脏的突感不适 紧接之后送医 引发中风 出现了口齿不清 嘴斜眼歪等现象 虽然经过多方的治疗 赵世光却并未完全恢复 下半身一直行动不便 俗成中风了 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浪子回头发现 最靠得住的还是老七 不 接下来的事情 连电视剧都不敢怎么编 赵世光中风之后 坦语没立马消失了 赵世光已经很少出门露面 本以为事情要善终啊 谁知道赵世光卧病在床 也没闲着 实在大仙给几位哄言之计 实在把私生子 又回家吃饭 忙得不亦悦 小五刘媛媛 因为曾经任职了赵世光的秘书 她知道赵家的财务状况 在赵世光病后呢 要求买一栋豪宅 还要她付贷物业费 06年就迫不及待地 要赵世光立遗嘱 并且指明要她的三家价值 1000万的公司 何利利对外界一路表示 不在不听不知道 2016年 赵世光二次中风 这次情况严重得多 一度消以一气协助呼吸 在台湾治疗一年多之后 才返回香港 小次成就力 则尽时买定离场 只剩刘媛媛 为了遗嘱里的三家公司 不依不饶地守在病榻前 2016年 赵世光应病去世 享年76岁 公布遗嘱那天 刘媛媛耍眼了 赵世光名下 71的资产 全部是由何利利 与其子女去乘 原来在赵世光病重期间 何利利的大女儿赵世明 已经是拿到了 公司的全部股份 刘媛媛的三家公司 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得